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千百滋味 一战和二战期间仅仅相合二十多年 而二战至今已经七十多年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三战要爆发的迹象 这一期原因是因为核武器的发展 因为若是爆发三战,那么核武器必然是战争的主角 诸所周知,现如今世界上没有核弹的国家仍是群齿格属 数量最终的国家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拥有大概一万多美核武器 而且这些核武器都是能够随时的用作战场上 第二多的就是美国 目前的美国大概拥有六千多美国人的核武 第三大核武器我都听说,所以是我们中国了 据相关报道称,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就有中东、中欧一等一线 美国展开了机会的交流 美国等北约军机连续对俄罗斯进行侵侦查 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和工作等战时期的战斗巨罗 直飞美美往后进行核威慑 与其同时,美国对于俄罗斯的使用 门槛规而停的进行了降低 这些冷战以来爆发世界形式大战的风险最大的一次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真的击破两个反应核战 世界上哪些国家最安全呢? 那为何中国等国都会绝对战争呢? 简单来说就是核军宝政策 就是当美国这样的核强国才遭到扑民核打之时 将会将核武器向其他有核国家发射 上一来将会演变成全球范围的核战争 没有一个有核国家可以扶上其身 好了,等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